我發現日本人看不明白數字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上次而已,我們經常在餐廳吃飯 他問我記得一個,我就這樣 為什麼看不明白? 我跟他說,Six,我聽不明白 不是這樣的,錄的手勢不是這樣的 這樣是代表窗的意思 對 六的手勢應該是這樣 七就是這樣 我知道,八就是這樣 九就是這樣 十呢? 十就是這樣 現在上次教大家的日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這就是一至十的日文 那我上次終於知道要幾多位置 他說了一些不知什麼食器的東西 哦,他應該想問你吃不吃煙 因為日本餐廳和香港不同 他有分吸煙值和吸煙值 吸煙值的日文就是 Kitsenseki 吸煙值的日文就是 Kinenseki 你不懂得聽,不要緊的 還要聽到什麼什麼食器 什麼什麼食器呢? 就知道他問你是否吃煙了 到時候就告訴他就可以了 你好像認識很多 那水呢?水呢? 上次我冬天去 不是都給冰水 給這些暖水我不行的 你知道 喝得多冰水 對女生皮膚不好的 講一個日文的歷史給你聽 日本以前 冰是很珍貴的一件事 它是用來招待上等人士 或者高級人士的 所以我就是高級那個人 對 那呢 如果你只說ミズ 它就會密應給你冰水 但如果你想要熱水 或者要暖水的話 就有兩隻字 那如果暖水的日文 就是 暖水的日文就是 暖水 如果是熱水的話 就是 所以我就應該說 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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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水